筛检巴士开进东吴大学城中校区 学生冒雨排队裁检 因为校园再报确诊足迹 确诊的案18182 20多岁男性打过两剂BNT 19号裁检后确诊CT值35 病毒量比较低 二采就变阴性 匡列疫调5人居隔 6人自主健康监测 比较回18182是不是救案 比较不倾向他18112是来传的 他们当天的位置是近的吗 这我就不知道 指挥中心认为可能是救案 但日前确诊的案18116 染疫幼童父亲和新增的案18182 16号上一整天的管理师证照课程 与超过60位校外人士一起上课 确实蛮担心 觉得学校这次处理的方式 反应的太慢 这样子的时间其实已经扩散开来 北市卫生局20号扩大裁检 662名师生都是阴性 21号上午再加派三辆筛检巴士 预估将筛检5000人 但专家认为只裁检校园内师生 恐怕还不够 如果要出现调查的话 那另外考虑说社区是不是已经有浅差 很大范围的旧的序列的感染链 看看说是不是要再扩大的疫调 案18182 不知道过东吴大学 他还曾搭乘公车243路 还去过国家音乐厅 1月21号紧急闭馆一天 全栋大消毒 更到音乐厅内的春水堂消费 春水堂也停业三天 专家担心疫情恐怕会再扩散 还是必须扩大裁检 找出钱藏黑数 记者林韦吴俊伟 陈嘉伦 曹娇人台北猜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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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